不过说到吃你有发现吗 台湾人真的很喜欢排队吃美食 之前有甜甜圈啦 还有松饼堡 现在呢 则是这个日式泡芙店 开卖车轮饼 果然也吸引了不少人潮 这里面有满满的卡士达 冷热的口感 蛮特别的 另外还有北海道爆浆起司塔 也重返台湾了 这一次还有新的口味 一天能卖六百克 倒入米白色粉浆 快手扫成像是飞碟状 印上胡子爷爷小图案 歪一手像是冰淇淋馅的软软泡芙 卡哇伊车轮饼完成 但吃起来如何呢 它跟一般车轮饼吃起来 熟熟啊夹不太一样 它边边是吃起来很像饼干 里面是卡士达泡芙内馅 吃起来有点冷热交融的感觉 真的就是与众不同的口感 保留传统车轮饼饼皮 但里面是冰冰的泡芙馅料 咬下一口 哇马上爆浆 再配上鲜榨果汁简直绝配 才开卖第一天 还没到用餐时段 陆陆续续都有人排队要买 已经卖出超过百科 对销量来说的话 如果能够提升个一到两成 其实对我们来说 也都是一个附加的帮助 那主要我们还是希望是能够 跟品牌去做联名 然后这样强强连锁 另一边计时器倒数完 就是香喷喷起司塔出炉啦 原味起司巧克力抹茶 还是看这粉嫩嫩覆盆梅草莓口味 号称三年前席卷台湾的日本排队爆浆起司塔 重磅快闪三个月 看看这排队人潮一个接一个 业者透露平均一天可以卖出六百科左右 周末一天最多可以做到业绩五万元 这个桓子一个抹茶 那个巧克力的 收敛打包一次狂扫货买了三四盒 甚至有民众是看到排队人潮 崇尚排队心态来抢买 看到来排队就是想说试试看 看那个原味加抹茶的那个组合吧 已经断断去买给朋友吃好几次了 很浓很香 然后我有买给小孩子吃 然后小孩子都很喜欢 甜甜白在眼前 不管是不同滋味 还是排队想尝鲜 都成功吸引民众 要买甜甜来抚慰一下心灵 东三台新闻 玩家红张亚真人台北长报道